我們剛才也說到 還有不少新股 跟大家報一報 有一隻做物館的 叫做德商產投服務 有藥股 北海康城製藥 眼鏡股 康內特光學 還有杭州順豐銅城等等 這幾隻股份 有沒有哪隻你覺得值得留意一下呢 其實現階段去看的時候 行業前景未必真的有很大的吸引度 因為不同運音樂在市場上沒有這類型的股份 剛才說的 無論是物館也好 醫藥方面也好 其實市場上已經是非常之多 所以上市初期的時候 就很視乎到時的大市表現 如果你說好像現在這樣的狀況來上市的話 當然它的股價表現就不適宜是一個太有期望 但是你說從一個招股規模作為一個考慮的時候 一般來說 傾向是越少就會越吸引 當然我覺得運音樂 如果能守著200元可以 就值得繼續去看一看 最主要就是招股規模其實是很小的 它只有千多萬股的招股規模 你一扣完之後 就只剩三四百萬股在街上 相對上 街貨集中度比較高 即這類型的股票就會比較吸引 至於其他現在會去招股的股份 我想你集中來說 就可以看看招股規模 會不會比較偏小一些 醫藥的股票就會偏小一些 即北海康城 五千多萬股 就是作為一個招股規模 但也要留意進場門檻比較高一些 即是萬多元 所以大家要衡量初科能力 通常來說這類型的股份 因為街貨集中度有機會相對上會比較高 即是上市初期 虧蝕的風險就會比較小一些 即是幾隻入面 如果真的選擇的話 可能北海康城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有些基石投資者會比較熟悉 例如2269 若明是其中一個基石投資者 也有些大的基金公司來入股 所以相對上應該的中線的投資價值 都會有一個吸引度 好的